大纸ATT从2018年底营业至今却突然宣布要熄灯了 业者公告5月7号就要停止营业 前年想要挥别疫情才改名ATT-E-Life大纸店 去年又突然接到捷运局通知 店门前的禁业路要开始长达8年工程 势必影响交通人流而来到店里 主打亲子家庭的商场 平日晚上人潮兮兮落落 住在附近的民众看着疫情好不容易稳定些 带着孩子来买玩具 但马上又要少了一个场所让孩子放电 疫情之前很少来 因为有小朋友说没有出门 以前小朋友很喜欢来这里 然后现在要收起来就蛮可惜的 因为这有很多小孩子玩游戏的地方 想说他长大一点可以来 因为他现在不会走路 儿童离法店里还能看到家长带小孩来剪头发 但也有家长认为这边替代性其实很高 差不多这种地方现在越来越多 你不一定需要一定要来这边 另一家进驻在里头的连锁乐园 开学后的晚上几乎都没有顾客 业者听到要关门的消息也很惊讶 是也蛮错误的啊 因为就小朋友会蛮多来这边玩的 然后就变成少了一个地方可以玩的地方 蛮多会问说那我们就是之后的会去哪边 或是或是他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再来玩 ATTE Live大直电更透露 由厂商预估未来工程开工后 业绩可能在下滑四成 发出声明表示真的抵抗不了疫情冲击 这些年真的尽力对于合作厂商将秉持着合约精神 妥善个别处理善后 尽管ATT撤离 但大直今年预计还会开一家百货公司 四月下旬就会开业插起北市百货战场 TVN新闻陆侯昌淘账人台北谁谋动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